TPK-508智能取平贴合机 该贴合机无需外接空压机外接真空梦 只是凭取平iPad全部可以贴合 然后大尺寸的方形突炮机 安全可靠和自锁扣 下面我们给大家操作一下 最难的三星S7A级的贴合 我先打开贴合仓 我们所有的三星的A级的 整套模具都推起 专门静置的矮型的贴合模具 下面操作一下S7的贴合 首先我们贴合为了集中 我们在中间加工了一个 每个模具都配的有一套三块走成的 一个模具套装 这个是S7的 下面我们开始贴合OCA到盖板 这个是上个盖 这个是定位模具 这是OCA 大膜朝向 下个盖板 排泡 稍微排一下 跟我们的108曲 结合方式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的模具 经过一些优化 不需要那么高 然后这个是专用的 许品S7的 按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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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合 对齐切口 就可以 将模具推进去 接合压力 然后我们进行设置 灯空设置是98 接合时间50秒 温度50 进入接合状态 起床 在下着 看到 warz粉 咸 historians 刘鲍 把 冬天 刘鲍 二 一 一 一 煮熟 自动泡正空 贴合的气泡 基本没有 只有脚那里很小很小一点点 非常完美 位置也非常的精准 下面我们开始对它进行除泡 打开除泡仓 然后这样 OCE除泡的时间不需要除泡 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进入设置 除泡 起泡自动 盘中小时 后能打开 除泡压力7公斤 上面我们再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贴合纸瓶的时候 我们拿掉取瓶的模具 将贴合盖板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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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 直屏的 还有我们这些 带自家带板的也可以 可以将拿掉 拿上我们这个 去掉我们这个电子 用我们的万能电 或者电子下面 放箱里也是可以 万能电 万能海面 黑色的 把这个放好 也是OK的 非常好 同时也是可以同时贴合 下面再煮泡 上面再贴合 蒸冰冻一般在99.9 就冰冻葱 一样 贴合 这边的时候压力很调 我们这是双气感的 所以 贴合压力比较大 像A级的曲型 红色衣贴合 需要大一点的贴合压力 才能完整的把它扯掉 切合完成 破均冻了 单开 然后再按个屏 一样的是可以 整体是两屏 iPad也是可以 都是可以 下一个我们还要贴合 我们放回 这里 推化 还有68秒 同时再计时 我们刚才设置的是 5分钟 300秒 我们做 为 切合 下面我们为切合液晶 做好准备 是一样的 液晶 这个是液晶的 三线S7液晶 切骨贴好 将液晶进位放回 然后进行清洁 清洁 清洁 工作 1530 清洁 清洁 效果就成了 铺泡完成 至少扣 弹火 打开 我们检查一下 铺泡的效果 非常的完美 一点其他都没有 OK 我们下面开始 贴合液晶 贴合液晶 一丝贴 位置也是很准的 精确的 然后对好位置 切口 看着 缺口的位置 在这边 这里缺口 这里缺口 像我们贴合液晶铁的3.5是对的 再贴进去 贴合 按启动 铁锅 这边forder 贴合液晶铁的铁锅 一个大铁锅 師区铁锅 要灰 所以必须要用 打气杆 压力要灰 我们的主板舱 手贴盒子放在主板舱 都是一体 一体的 整体的形材 该磨住的 所以不存在有路气 不安全的问题 自锁盒 再自锁盒 再自锁盒 锁盒子 基本没有气泡 很完美 非常完美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继续对它铺泡 可以在里面垫块 还没垫 只可以 锁住 看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放大 它只会自己弹出来是锁 保证它的安全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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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非常的完美 洗瓶 OK OK 谢谢